上周股市的动向对密切观察投资者行为的人来说不仅完全不足为奇 且再度印证投资人逢低买进的惯性 从而一致卖压的持续性及强度 一周来债市与会市都出现明显变动 但美股到穷工业指数几乎不变 标普500指数仅小跌零 6%Voix恐慌指数也仅小幅上升到12 一面对北韩核武威胁 预风连番来袭联准会 FAT未来领导班底在声变 其日本经济成长率大幅下修等不确定因素 股市投资人却丝毫不为所动 上周股市的确也有利多 例如欧洲央行ECB上修经济成长率预估 美国总统川普意外与国会民主党团达成取债上限协议 FAT官员的谈话也显示再度升息的时间可能延后 然而这些利多的背后人隐藏利空 例如ECB同时下修通膨预估 这对欧元区景气并非好事 美国府会对提高举债上限的旗舰人身 且可能影响国会通过税改及扩大旗舰支出案的进度 上周股市的动向再度证明投资人愿意把重大的不确定因素搁到一边 仍深信各国央行在市场动荡时一定会出手相救 企业手中的现金也将继续透霉股投资人的低接惯性 过提高股力及买回库藏股而流入股市 何况全球经济正在同步成长 而且投资人虽面对各种地缘冲突与国内政局的不确定 但他们根本无法评估这对市场将有多大影响 于是决定忽视这些风险 凡是延期行为金融学的学生都非常了解这种市场态度 行为金融学讨论的是那些神经科学与心理学要件会影响投资人行为 投资人由于渴望回到安心区 因为会对风险做出过于乐观的评估 然而一旦突然遇到重大的轻负点 这种投资态度的处境将特别脆弱 投资人迄今都是以战术性的做法来补充结构性的布局战略 且效果不错 他们把各种不确定因素外包给政府机构 尤其是央行来处理 并继续提高投资部位及承担更高风险 这套做法要想长期有效 至少还需要一两项其他有利因素 基本面持续改善 是目前的资产价格得到支撑 或是投资人更加敏锐且强韧 使他们能够在市场最终回归 基本面持人能安然无恙 作者Martin A. Ellerian是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彭博士小专栏作家编译任中原 祈祷